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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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出乎网友的预料 练行的进展过于迅速 连家长都见了 现在看来是要加入好门的节奏了 据说成龙对这位转席不十分满意 并称自己一直就希望有个女儿 其实两人恋情很早就有征兆 成龙的贺岁片还特意跟欧阳娜娜安排了角色 房组名部准备做演员 准备转做幕后人员 而欧阳娜娜娜娜这个准儿媳 就要接受父子二人的包装了 欧阳娜娜娜确实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 当媒体问及成龙对她与儿子的恋爱 她回应 如果是真的 那可太好了 非常满意 如果是真的房组名也该收收心了 网友们直说 这次中 有个成龙长脸了